这是俄国寡头最为张狂的一次试探 仗着普京刚刚上任还没站稳脚跟 俄首富霍多尔科夫基公然叫板普京 想借此来为寡头谋理 本以为初出茅庐的普京会忌惮对方手中的权力 可他接下来的举动却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 想知道普京是如何反击石油巨头的吗 点个三脸咱们借这往下讲 1999年12月 叶利钦仓促推尾 并将普京一手提拔到了代总统的职位上 他的这个决定让俄国民众十分不解 毕竟相比于其他总统候选人 普京知名度不高 之前还曾是前苏联的特工 无论怎样看他都有些德不配位 再加上当时俄罗斯正处于经济政治双双崩溃的危机时机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普京恐怕难以胜任总统一职 哪怕普京上台后干脆利落的打赢了车臣之战 国内民众也并没有就此放下戒备 而在俄罗斯国内作威作福的四大寡头 更是将普京视作眼中钉 他们不满普京的原因很简单 这些寡头可是苏联时代支撑社会经济的重要支柱 就连叶利钦竞选上台前都不得不与这些寡头合作 用以换来自己的高支持率 而普京刚一上任就开始大力整顿经济 甚至还公开表态要拿寡头开刀 这让俄罗斯的各路寡头们十分不满 特别是寡头之手霍多尔科夫斯基 作为一个靠石油发家的商人 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手中持有俄罗斯70%的石油市场 要知道俄罗斯可是以出口石油资源为主的能源国家 在几乎垄断了市场的情况下 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手中可以说是掌握着整个俄罗斯的经济命脉 按理来说政府理应后代像霍多尔科夫斯基这样的高价值商人 然而事实却是就在上位后不久 普京便限制了霍多尔科夫斯基与美国的石油交易 理由是其涉嫌卖国 在霍多尔科夫斯基看来 普京的举动已经在向自己宣战 所以在2003年的一次会议上 这位寡头公然炮轰普京 并表示普京的错误领导已经让俄经济再现兵点 仗着自己把控着俄石油资源的命脉 霍多尔科夫斯基并不害怕自己的这一举动会遭到普京的报复 甚至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 他还宣布自己将参与总统竞选 目的就是让普京看清这个国家究竟是谁在做主 然而让他意外的是 普京根本没有像他想象中那么软弱 在那场针锋相对的会议结束后 普京马上重走了本国的天然气行业 并将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一部分商业伙伴拘捕 2003年10月 趁着霍多尔科夫斯基的私人飞机在机场加油的空挡 普京迅速派出联邦特工 将这位公开与总统叫板的寡头正式批捕 直到这个时候 霍多尔科夫斯基才后知后觉的感到了害怕 他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 普京竟真的敢朝自己下手 而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后 俄政府就迅速整理出了霍多尔科夫斯基的犯罪证据 并以商业诈骗 偷税漏税 侵吞国家财产等罪名 将其告上了法庭 在铁证如山的控诉面前 霍多尔科夫斯基终于低下了自己高贵的头颅 他不再以俄国的真正拯救者而自居 反而开始泪流满面的向普京忏悔 请求他能放自己回家与母亲团聚 答案可想而知 在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利益的情况下 等待着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无论他再怎么手眼通天 牢狱之灾也足以错掉他的锐气 不得不说 普京对这个石油寡头的反击 让人直呼过瘾 在雷厉风行的整治了四大寡头的同时 普京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换来了民众的认可 他向世人证明 自己完全有能力掌控俄罗斯的未来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点赞评论加个观众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评论加个观众